关于草丰正儿生母为楚王侧妃的事 就此作罢 以后正儿的母妃是楚王妃 原是只是一个侍妾 四二遵旨 你说今天的事情 楚王的态度是不是很奇怪 四哥并不是你表面上看得这么简单 原娘说不定并不是什么奸细 而是她请回来的帮手 北齐没有弟子 太子之位悬空多年 身为父皇的儿子 谁都有资格成为北齐的太子 那对夜夜下手的人 不会是楚王吧 十有八九是她 四嫂和六嫂是归中好友 关系十分要好 四嫂肯定不会害她肚子里的孩子 四哥就让原氏来做这件事 为了这一场局 她花了四年的时间准备 可真是杀费苦心了呀 表面不务正业 为情所困 实际私底下做了很多准备 当初调查到原娘的身世 想想就觉得不太可能 楚王怎么可能轻易被人算计 就算被算计了 她也不可能会喜欢上一个失去清白之身 在军营呆过的女神 那么当初她查原娘的身份 很有可能是假的 她实际身份极有可能是楚王的盟友 或者是楚王私底下训练的安慰 为了那个位置 她周旧是背叛了她和姜瑶的感情 失去四嫂 四哥会后悔的 这是云响长走过来 表嫂 恭喜你 我敬你一杯 威尔不能喝酒 声音寒冷得像匕首一样冷利 云响长煞时被扎得浑身冰冷难受 手一抖就被吊在地上 表哥 我没别的意思 表嫂不能喝酒 可以以茶代酒的 茶只是想恭喜表嫂 不需要 表哥 你就真的这么讨厌我吗 吉弟 你怎么能这样对云达小姐 她好歹是你的表妹啊 见过安王爷 不怪表哥的 是我不懂事 不知道表嫂有了身孕 不能喝酒 那真是要恭喜七弟了 如果月儿还在 肯定会为你感到高兴的 想想当初 你为了娶月儿 不惜抗制拒绝去封小郡主 可如今短短三年过去了 你们竟然有了孩子 说起来 可真是讽刺呀 三哥是在心疼你那位 出身的野种吗 这道家 就会操得了 这道家 可真是 男嘉宾